今天24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鼠 俗话说 意思就是说在太平洋高压 如果逐渐东退的过程当中 南方的低压可能形成台风 靠近台湾的时候 这时候雷声就会比较小一些 不过可以感到 今天其实在太平洋高压 还是笼罩的环境当中 还是可以看到 午后的雷震雨还是比较剧烈 能看到在中部跟南部的地区 山区近山区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另外到了明天后天 甚至到下礼拜二 因为冷心低压要靠近 所以午后对流又更加的剧烈 可以看到就连北部的山区 甚至花东地区 都有红色跟黄色 就是雨势比较大的地方 另外到了礼拜三礼拜四 到时候雨势会有所减缓 因为太平洋高压 要持续的来做冬退 不过现在才早上7点多 这个温度就已经很高了 能看到在各地 其实双北县市都已经有 27 28度左右 另外在西向署 也持续针对了13个县市 发布了高温资讯 能看到在台中南投跟嘉义宜兰 都有36度以上是黄色灯号 另外橙色灯号 是在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 南高平跟花东 橙色灯号的意思就代表说 可能会有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 这是我们要特别来做留意的 但是这个很热的地点 其实也会有所转变 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吹偏东南风 所以过山效应之后 在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比较偏热 而大台北地区 当然还是像闷烧过一样 非常的炎热 另外到了礼拜三 礼拜四 环境风传转吹偏西南风 所以过山之后 能看到在台东地区 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效应 不排除到达38 甚至39度 要特别的来做小心 而周末的温度 其实就是一个字 非常的热 所以我们要提醒您 高平局部会有 37度以上的机会 出外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 并且补充水分 另外台北跟盆地的地方 还是要留意局部的高温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